明日不倒陪你到老 我是小趴 我冒著生命危險從聖托巴尼採回來的新的食材 紅燒彈圖魚可以用來挖礦 然後是烤翅紅嗎這是可以用來伐木 飛一次身可以用來踩麻炸針魚 可以用來刷戰鬥熟練度這個食譜比較不錯 這個食材呢咱們可以在聖托帕尼地圖上小白魚的標誌那裡去剪 服裝又更新了咱們看看這服裝 咦我去這麼便宜居然只要100塊 哇難道說是隔壁的行為刺激了小塵讓他給服裝降價了 不算不算 然後有一個風雨同舟的活動 這個活動第一個比較不錯 大家一定要去做 因為做了第一個任務之後 咱們會獲得一二三四五五個奇妙禮盒 可以一下開完 來小八給你們看一下我的三二一開 啊 啊 這這這這兩黑也不太這麼黑的呀 再開一個 我去不是白納米就是黃納米 要麼是新筆 我這運氣 唉 不提拉不提拉 還有一個飢風嚴峻的活動 咱們可以組個小隊 到時候領取三號的獎勵 這奇妙禮盒看著我就心酸呀 剛開了五個啥都沒開到 希望大家運氣都比我好一點 OK 這次的更新也就這樣了 哦對了南西市也有居松了 到時候咱們去體驗一下 還有一點我必須要吐槽的東西就是 這個配方追蹤 比如說我靠高級結構框架賺金條 然後我之前追蹤的話都是追蹤半成品 結果這次更新之後你猜他們怎麼著 他們要的追蹤之後全部變成了材料 追蹤材料 那些專屬的半成品我又不能做 你讓我追蹤材料有啥用啊 唉我對網易的行為真的是看不懂呀 好的我是小趴咱們下期再見 拜拜